- 股市人潮店投資不斷線 -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大家還記得上次漢偉老師來到節目跟大家聊聊的 人型機器人嗎 这一次呢 一样也是 AI 出来的 不过呢 感觉更加的强大 连我都非常的有兴趣了 这个呢 有没有机会可以打败 Google 搜寻引擎呢 感觉未来 AI 的世代就要来临了 我们听听看老师怎么讲 我们欢迎林汉伟老师 老师好 GoGo好 大家好 老师这个机器人呢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蛮厉害的 比方说呢 我就开始在想说 那我今天在节目上要跟大家聊什么 这个稿子呢 要怎么写 他是不是直接都可以帮我打出来了 对 我说他其实就是这种 我们这种文师不是非常权勇的人的救星 是 就是说你只要给他一个题目 他可以马上帮你写出来一个非常合乎 大家所谓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文章出来 所以你说你今天 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写一个作文 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样跟老板辞职 不知道怎么样跟老板要求加薪 你可以请这机器人帮你写 他会收集整个市场上 就是说整个搜寻引擎上面 写得最好 大家评价最高的这个 相关的一个文章 再帮你合成到适合你的文章 让你直接送出去 可以达到你要加薪跟辞职的目的 哇塞这个太厉害了 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 难道说这个Chap GPT 超级AI世代来临了 领先布局四大运用题材有哪些 还有呢在1月5号CES展之前 绝佳的买点就是现在了 今天呢一并告诉各位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个四大运用到底有哪些呢 对因为我们讲说其实CES大展 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变成所谓的 CES电动车大展 电动车 对因为过去大概这五六年以来 整个CES上面都不展手机 不展一些什么5G啊 不展一些什么电脑了 全部都是电动车 全部都是所谓的一个新车的一个大展 所以因为整个它是叫做 CES消费电子大展 但是因为最近的车用电子真的非常的行 所以整个电动车每年的CES大展 都是各家车厂 军备竞赛的一个时候 那我觉得这一次在CES大展上面 应该大家比较重要的看点 不会是在说 我这台电动车电池续航力有多少 外形怎么样 而是大家会去观察一下 到底先进驾驶的技术突破到哪里 因为大家越来越难嘛 我希望就是我坐上车跟他讲说 我要到哪里 他直接帮我开到目的地 我就直接在车上睡觉 对 直接在车上睡觉 根本是违规的啦 但是其实特斯拉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技术 所以各家车厂 其实在整个先进驾驶技术上面 我觉得有一些突破 有一些亮点 都是目前主要研究机构在研究的范围 就是说这一次到底什么 Label 2到Label 3到Label 4 还是可以达到一个全自驾 那当中有哪一些感测器 有哪一些元件 有哪一些技术会带来新的一个商机 我觉得都是可能在这一次CES大展上面 大家可以去做功课去研究 甚至可以找到很多标股的一个好机会 那第二个题材在哪 就是说虽然2022年大家可以发现到 好像电子业都是绸云产物 嗯 没有好消息 但是其实以各家的大厂 晶片大厂或说主要的大厂都跟大家讲说 现阶段虽然在所谓的云端啊 高速运算 有一点点的杂音 但他们都很看好 明年整体上在高速运算的一个成长现在相当的高 而且云端运用的成熟度会不断的一个增加 因为现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可以在云端做相关的运算了 比方说我们以前玩游戏你可能要买游戏片 嗯 那现在你其实云端就可以连游戏下来下载游戏下来玩 像说你可能玩什么手游你也不需要说用一个多好的一个手机就可以玩 因为它都是在云端当中运算传送结果给你 所以也代表说我觉得在未来2023年之后 整个云端运用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 也会让各家的厂商更愿意用云端的技术去做一些所谓技术上的突破 所以对云端相关的一个产业 高速运算的产业我觉得都是明年在系列的大产上面非常重要的看点之一 那第三个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AI人工智能已经慢慢迈入到所谓的成熟期 成熟期了 对待会跟大家介绍那一个CHEV GPT 你就会发现到它真的是我觉得颠覆大家对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个想象 所以当这个AI非常成熟的时候 我觉得它会引爆整个产业真相的投入 因为当你发现到你的什么电话客服 你的柜台接待人员 它有时候可能就是心情不好 电话客服可能会来缴客户 如果今天客户太炉的话 是太澳洲来的客户的话 可能直接电话客服不爽就直接骂客户起来了 有情绪的 对但你如果是AI人工智能的话 它其实不会有这种情绪的问题 但是你应该有用过很多什么银行 或者说什么基金公司它的一个所谓AI人工智服 人工客服 你会觉得说你不如不要用 因为用了半天你被它气了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花很多电话费 问了半天没有问到你想要的答案 但这一次我觉得它已经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待会跟大家讲看点到底在哪 好 那第四个重点在哪 就是说元宇宙 去年大家说元宇宙元年 今天已经进入到元宇宙第二年 所以元宇宙已经不是一个 大家所说的那种空中楼格式的梦想 是因为翻到很多的应用 很多的硬体也慢慢进入到落地期 而且今年大的看点就是说很多国际的大厂会在今年第一季 都发表它的新的产品 比方说像Apple 比方说像这个PS已经确定它PS VR2 在1月份要开始正式发售 比方说像在脸书的部分 它也要出它的Oculus三代 就是比较平价版的 之前那个Pro版太贵了 卖得不好 那还有一些所谓大陆的厂商也争相在投入所谓VR头盔的发表 所以这次系列大展上面我觉得在科技运用上面 这四大亮点都会带来新的一个商机 那重点会在来说我们讲 你要看更新的东西更有趣的东西 我觉得才会是一个具备更大想象 跟更大投资机会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讲说这一次特别把这个所谓的 ChitGPT不太好念 提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 那什么叫ChitGPT 它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你会聊天机器人就跟他聊天嘛 我说我跟这个Siri聊天也可以 我跟Google聊天也可以 但你会发现到你跟Siri聊天常常就是文不对题 然后很难聊 你可能跟他聊两句之后 你想要跟他聊一句话 他就说我没办法再回答这个问题 他就据点了 对他就是非常典型的据点网 但是ChitGPT它不太一样 你想跟他聊多久 他可以聊到很深入 他可以聊到你想要的东西 甚至说你越跟他聊天 你会觉得他好像你的心灵伴侣 因为他会抓你的使用习惯 然后会去迎合你的想要需要 比方说你可能跟他聊天说 你觉得我今天漂不漂亮 然后就说我觉得你今天很漂亮 然后你明天再问的话可能就会说 我觉得你今天哪个地方特别的漂亮 对他会越称赞越到位 你就发现到这个AI机器人真的非常的可怕 所以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流畅的回应各式的问题 就不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你用信用卡客服说 我想要查询我这一期的账单 那这一期账单到底哪一笔有问题 你会发现到 你就卡关不断在点点点点点 问到最后 然后跟你说 我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请我帮你联络客服 那我刚刚跟你聊了半天 到底要聊什么东西 对啊 浪费我们时间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他这一次其实这个所谓的一个ChitGPT 这个聊天机器人他非常的特别 他可以直接去抓到你想要的重点 所以很多人跟他聊过之后发现到 我问他的问题 他都可以回答到我想要的答案 所以除了这个回答各式问题的话 对学生来讲也很好 你要问他什么 什么Pai啊 或说这个微积分的方程式怎么算 直接跟他讲 他马上把一个很完整的方程式写给你 甚至说他也可以帮你写做文章 也可以帮你写程式 所以你发现到好像有他 你就可能也不需要老师了 对 不需要老师 那很多人都会开始没工作了 又要没工作了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他如果真的是完全能够取代很多人工作的话 真的有非常多人会失业 哪些人会失业 可能像我们这种做股票写研究报告的研究员 他就会失业 因为很多人其实运用这个ChitGPT 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比方说 现在特斯拉股价在崩跌 请问特斯拉可不可以投资 他就把很多的华尔街的投行的报告 不是说每一家都 就是你搜寻出来可能是几家投行报告 他去去无存心去找出当中最关键 大多数人认同的看点 然后再给你一个结论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以特斯拉目前他的一个营运状况啊 然后现在有什么样的风险 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机会存在 那最后给你一个结论 他会认为说 现在其实是一个投资的好时间点 他不用考证照 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而且他写的比大家都好 因为他是把各家的报告 融合成一个精华版的报告 所以发现到 哇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觉得太迷人了啦 所以以上的情况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2021年 以这个研究机构预估 全球人工智慧市场规模 大概是935亿的美元 到了2022年到2030年 这个产业 它的年复合成长率 达到38.1个百分点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觉得也代表说 这一次我觉得系列的答案上面 CHIP-GBT是大家一定可以留意到 它会让整个市场有更多的一个想象的题材 而且呢在这个展览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其实现在网络上已经就有 大家可以开始去试这个CHIP-GBT 到底要怎么使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CHIP-GBT到底要怎么样跟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 首先呢你一定要先登录 OpenAI的这个网站 登录进去之后呢下方有一个CHIP-GBT 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问题 比方说呢这个范例就是 如果要修马桶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修理马桶如何修理马桶 那下面就有指示的步骤了 老师这个真的很厉害耶 对你看这样好像觉得没有什么 但你用同样的工具 你用搜寻Google看看 如何修理马桶 它就会跳出好几个 大概二三十串的东西 然后你要点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是我要的答案吗 不一定有些它可能是因为流量的关系 它有投广告的关系 那你可能要点到第三个 第四个才发现到 哦原来这个讲的是我想要的东西 但你用CHIP-GBT的话 它直接帮你优化 它把所有的最优的答案 整合成一篇直接给你看 你看了这篇就不用再去搜寻其他的 所以它的优点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很多Google工程师 看到CHIP-GBT之后就说 我真的要去担心我的工作会不见 因为可能大家以后都用CHIP-GBT去搜寻 就不用Google来搜寻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颠覆式的一个创新 是的这是颠覆式的创新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的产业可以来布局 毕竟是颠覆的嘛 那就有四大亮点的题材股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你要看到这四大看点 那哪一些我觉得具备 可能在CS大展之后 会有一些市场持续讨论的一个热度 刚刚提到的在整个一个车用电子 所谓的新电动车部分 大家会看所谓先进驾驶 它的一个进度 那我觉得先进驾驶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零组件 叫做车用的镜头 因为你很多可能要做这种 所谓的一个 自动驾驶的时候 需要很多镜头来收集 附近的一个资料 那当中我觉得台股有一档股票 相对位置比较偏低 有一点委屈的股票叫做华金科 它本身在车用镜头的一个占比 已经提升到三成以上 而且它本身在转投资的部分 有3D感测的晶片 有AI的人工晶片 就是说它可以透过它的一个AI视觉 来帮你做一些判断的动作 所以可能它在所谓先进驾驶的题材当中 它是具备一定的一个想象空间的 那高速运算有哪一些公司 其实大家可能熟知说 微影啊 或说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夹折 这些高价股它们好像在这个所谓云端伺服器的部分 是多所琢磨 但我提醒大家有一档股票 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 它就是川湖 它本身在伺服器当中做的是线性滑轨 所以很多的伺服器都要用到那个滑轨 把那个阻气拖出来 那你会觉得好像 好像这个不是做一个零组件而已吗 但它这个毛利率非常的高 因为你这个伺服器要拖很多遍 如果常常这个滑轨坏掉的话 其实对一些所谓伺服器大厂 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相关的很重要的零组件 所以它本身在伺服器 目前它预估明年的成长率 维持双位数以上的年增率 而且今年的营收已经创造一直新高 明年还有10%以上的成长 代表这间公司我觉得相当的稳健 而且明年它有一个新产 新厂的产能要开出来 所以大家法人预估说 明年整个营收的成长速度 会比进来的更快 那另外在AI人公司 人就刚刚提到的 Chair GT到底有哪些供应链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颠覆性的 它比较偏软体这一块 所以在硬体这个部分 我们台厂能够吃到它订单的 我觉得是不太多 这只有台积电吗 对 因为Chair GT当中 它很重要的一个所谓AI的人工预算 是采用辉达的运算的方案 所以辉达它作为一些很多超级电脑的晶片 它就会得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商界的订单 所以我们变成说 间接要去吃到辉达订单的 如果以这个更纯的 大概就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所以台积电它在AI人工智能 他们自己法创有提到说 也是明年他们看好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题材之一 那另外元宇宙 当然就不能不提宏达电了 刚刚提到国际大厂都要发表它的VR头盔 你要不要忘了宏达电已经一年多没有发表新的产品 那这一次已经确定了 他们官网已经贴出来 1月5号正式发表新的VR头盔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CS大厂之前 股价如果在低位阶 这市场股票我觉得如果位阶偏低的话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因为未来要两个礼拜嘛 那这时候你去买进它 你的风险是有限的 如果题材热度起来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波段性的上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市场股票的一个现行 第一个华金科 够低了吧 它前波低点在31块 现在在33.1块 所以你说你这时候去买它 会比你买在38.6好很多 因为如果这个题材没有中的话 那它最差速它跌到31块 你的亏损大概你的停损大概2块钱而已 大概不到不到7% 8% 但假设这题材真的热度起来的话 你觉得它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不要说挑战到前波高点 最少挑战到月线以上 它波段累积的获利可能就有两成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在整个题材还没发酵之前 股价低位界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提前去卡位 因为你现在去买 在等两个礼拜之后 它题材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投资机会 它会慢慢浮现出来 那再来看到第二档股票叫川湖 川湖你可以看到 它说真的它其实今年的 获利是创历史的新高 但股价一路往下跌 有点类似最近的ABF载版三雄一样 对 营收创新高 但股价一直往下破底 主要原因是因为投信 我们说投信今年在台国操作就 没有很好啦 就很特别啦 他们会在股价最好的时候买最多的股票 然后在股价破底的时候 把所有股价都倒出来 所以你就不知道投信到底是在玩什么 就是买高然后杀低 所以它永远的绩效 看起来好像不会帮你赚到钱 所以川湖我们讲说这一波它从490几块跌下来 因为投信一直卖 但卖到最近的低档区 你会发现到投信已经开始不卖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代表说 如果它有一个题材 那加上本身投资的价值还在 投信的卖价能够减轻的话 我觉得也是跟刚刚的华金客一样 你可以先买这等着 那如果说真的伺服器题材 在系列的大展上面没有动 那也在出场 那如果有动的话 那你就可以赚一个波段的一个反弹 那再来下一档股票 也是一样台积电 这大家也都熟知嘛 那因为它在这个礼拜二 把因为这个日本央行的关系 把那个巴菲特的投资缺口 做了一些回补的动作 没有完全回补 但补掉一半以上 所以也代表说 好像巴菲特这个神主牌有点失礼 有点对 有点晃晃的 但是你看它的现行 大致上还在一个区间 就还在区间整理 只是说这区间 目前看起来的话 可能就会在季线跟月线 这个区间来回整理 那刚刚提到的台积电 但你说它题材 明年我觉得还是看好它 但股价要往上攻高 主要关键在哪 你要看台币汇率 如果台币汇率 因为最近这个日元 是大幅度的升值 所以美元指数破底 所以台币汇率 我觉得接下来 可能也会跟随日元 出现了走升的格局 因为再不升 你明年去日本玩 就是很贵 所以这个也代表说 如果台币接下来是生死的话 我觉得外资的买盘 有机会让台积电 重新有一些转强的机会 那当然你说 你要去压AI人工智能 Chair GT的题材 我觉得对台积电来讲 可能帮助是有限 那我觉得 如果这题材能够成型的话 明年应该有更多的 供应的股票 应该会慢慢浮出水面来 那这一档股票 当然就是在宏达店 那宏达店我们讲说 它其实之前 这一波的拉上去之后 连续的一个盘跌 盘跌跌破月线 现在回到季线关卡 好像季线开始有一些支撑的力道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嘛 它如果1月5号 你确定它要发表新的头盔 那新的头盔发表出来之后 2023年的业绩会比今年来的更好 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买点 刚好也来到低档区 不是来到相对高档区的话 题材在后面还有机会发酵 我觉得其实在这边 季线附近 月线附近 你都可以建立一些基本的部位 你就等到1月5号 新品出来之后 如果市场给予涨声 它就会大涨 如果市场给它比较保守的看法 你那个时候再出 我觉得也不会比你现在价格来的更低 是 那老师今天呢 帮大家整理在下个 下下礼拜 两个礼拜过后的 这个题材总整理 那如果说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1月5号之前 可以提前布局 那就算呢 1月5号登场之后 你发现 哎这么股票好像没有什么动 但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现在的位阶呢 处在比较低档的部分 也不会让大家亏损太多钱 至少还可能有赚哦 那大家也要记得 萤幕这边就是老师的Line Hat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呢 欢迎可以私讯老师 跟老师互动来做交流 那如果说呢 非常好奇 这个人工智慧的资讯的话 也可以呢 私讯老师 因为老师是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跟观察的哦 那也要记得 按赞订阅留言 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再度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